今天是农历年初九 多伦多市长庄德里 今天举办农历新年酒会 向多伦多的亚裔市民恭贺图年 庄德里在招待会上和各界合照 他赞扬亚亚裔市民 无论在艺术、文化、商业或政治上 都为多伦多贡献良多 他又提到在这个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 所有人都应该携手合作 特别是前往本地商户消费 其后庄德里市长和陈宁里议员 为武斯点睁和彩青 寓意新一年的开始 会上也派发了印有他名的利是封给各界 里面装着巧克力金币 被问及最近TTC经常发生暴力事件 庄德里强调已经加派人手帮助老宿者 和在地铁巡查 他表示将会不计代价 与警方TTC加强合作 确保乘客和前线员工的安全 对于坊间质疑地税过高 令通胀白上加根 庄德里表示地税低于通胀 政府也需要在各项行常开支增加的情况下 股仗前线运作正常 对于坚价前线运作正常